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帅 方便进一步说话吧 马尼尔 你放开我 马尼尔 大帅 我看他情绪比较激动 所以我也没什么心情 不如大帅再给他几日时间吧 等四天之后 先进平静一点 我再跟他行福气之事 张灵海 你这个畜生 你这是要把我彻底闭上绝境 让我再也没有回头路 我该怎么办呢 别再饿着了 吃饭吧 走 走 吃点吧 你这样不吃饭怎么行的 吃吧 开门 马宁儿 你说四天给我答复 今天是最后的期间 如果你食言 沉如雨就得死 你自己想想该怎么办吧 沉如雨 对不起 马宁儿 你要干什么 沉如雨 你先听我说 我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 你相信我 我这么做 是为了救你 你不要管 你真的是为了救我 你不要管 马宁儿 不如 放开我 放开我 只有这样才能救你 放开我 放开我 马宁儿 你放开我 马宁儿 你放开我 马宁儿 新闻官啊 把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还还很容易 尸起了 小爷 你倒不过 你和你在哪儿 大帅 这龙头杖 早晚都是您的囊中之物 而这个陈荣宇对我们来讲 并没有什么威胁 希望大帅能够宽容处置 宽容 在我的字典里 就没有宽容这两个字 只有绝情 台积门是我的敌人 对敌人宽容 就是自掘坟墓 马宁儿 你既然跟着我了 就要学会这些 不要左右摇摆不定 有什么事情了 不能在办公室里说 这里面太危险了 到处都是张令海的耳目 对了我问你 你有没有办法 让陈如雨离开那个监狱 凭我的经验 只有死了才能离开那里 我就不该抓他进来的 你现在说这件事 还有什么用 你张令海的作风 他根本活不久了 不行 我一定要救他出去 你觉得你有这个本事吗 如果让张令海知道的话 会连你一起杀掉的 不会的 我还有利用价值 张令海不会那么轻易 就杀了我的 可陈仁宇不一样 如果我不救他的话 他就 你真的很可笑 你现在最好趁你还有 利用价值的时候 好好想想你自己的计划吧 我现在的计划 就是想要把他救出去 你能不能帮我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我有个建议 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你快说 你可以假结生病为由 明天早上带他去医院 明天早上七点 是医兵荒岗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我被罪为薄弱 也许 有机会可以让他逃掉 那你怎么办 你快死了 你怎么办 今天是你 很可疑 赵都干什么 你不可以 看得到我 你会不会 你会帮我 到外面 已经担心了 我没想到你 我不需要你救 如果你再过来一步 我就死给你看 给我 先给我 走 走啊 走 你小声一点 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的 你先听我说 还有五分钟 就是外面卫兵换岗的时间 我会请你把你救出去的 我不相信你 你已经逃避了张灵海 我永远都不会再相信你的 我求你相信我 就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给我 把针给我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我先去把门口的两个卫兵打发走 我先在这家里 那我够了 开门口罩 我先去把你救出去 我先去吧 我先去吧 你送了个家隐碩 我先去呢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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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以 entreprises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去 喂 我是武林 麻烦你来趟大同酒楼 有点试着你谈 来 马先生 你找我来究竟有什么事 不知道马先生还记不记得 我跟你提过的那颗棋子 记得 怎么了 有话就快说 别玩花样 马先生想不想知道他是谁 这个人呢对你很有帮助 如果马先生运用得到 他可以让你在张灵海张大帅的那边 平步青云 好 那你说说看 他是谁 柳迎春 柳迎春 他跟你们是什么关系 柳迎春 柳迎春早就加入了我们黑龙会控制的一家通讯社 我们让他以记者韩丽雪的身份去接近张天行 没想到这位多情的张将军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他们发展很迅速 现在柳迎春 现在柳迎春已经是张将军的未婚妻了 而明天 张天行就要带柳迎春去见张灵海 到了那个时候 张灵海张大帅的姓名恐怕就不保了 柳迎春是张天行的未婚妻 这怎么可能 事实胜于雄变 马先生你可以不相信 但你也知道张大帅的安危和你的前途是紧密相关的 马先生这么聪明 该怎么做就不用我教你了 我今天呢只是给你提供了这个情报 我也希望你能念我这个人情 似乎你 我说你多说了 我跟她打碎你 我不要打碎你 飘忆 如果我回不来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好好照顧自己 进来吧 丽薛你真美 谢谢 丽薛你知道吗 你能和我在一起 我真的觉得好幸福 天星 你是一个好人 你应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我们都要结婚了 干嘛说这些啊 还是 有什么地方我不对的 惹你生气了 我们边做边聊 别动 丽薛 你疯了你这是干嘛 对不起 我骗了你 我不想让你出事 你不应该参与警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来 飘姨 拿着 以防万一 飘姨 你说既然有了枪 最后是有了枪炮子弹 你怎么去哪一样 攻击 你把我做的 它是把我做的 你做的 我做的 你做的 我做的 但是这些工具永远离不开人的正确使用 奇怪了 今天门口怎么没兵啊 我们现在行动吧 等等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从后门走 嗯 我能尽量 撤 你不是说刘云春提供的消息准确吗 他根本就不想我们参与 你说什么 他是故意的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飘云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说不定 迎春他现在已经 已经成功了呢 如果那么容易成功 他就不会抛开我们了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上海这么大 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人在什么地方 这样 我们先回郭寿馆商议商议再说 好 你们先回去 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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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帅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没关系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天行呢 他临时有一点事情 我先进来了 他马上就到 那好 里面请吧 关门 是 坐 谢谢 谢谢 来 来 先进韩记者 不不不不 是弟妹 敬未来的弟妹一辈 怎么不喝呀 我想留着庆祝的时候再喝 庆祝什么呢 庆祝我 报仇成功 庆祝有什么 是 有些是我的仇人 有些是当我路的人 还有一些是什么人 我也不记得了 真的不记得了 既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我杀人的时候 我也曾经问过他们 问他们有什么遗言 可是 随着我杀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哪 在临死之前 说的全是废话 什么用都没有 我要是你呀 现在就扣下班旗 免得失去了机会 马宁儿 跟我斗 你还愣了点儿 来人给我押下去 张力海 我早晚会报仇的 你个天杀的 马宁儿 这次做得很好 算是将功补过了 现在就看你怎么利用柳英春和陈如雨了 是 柳英春在哪儿 柳英春谁啊 那张力海在哪儿 帮我解开绳子 我就告诉你 快点儿说 你和韩丽雪到底什么关系 她是我妻子 你妻子 韩丽雪就是柳英春啊 她的父亲被活活打死 她的岳母还有妻子 惨死在大火之中 韩丽 韩丽雪是 她现在很危险 你快点儿说 米哥在哪儿 在富豪大酒店 等一下 应该来不及了 要么她就已经被我哥胡捉了 要么她就根本找不到我哥 伦王 jewelry jewelry Ninador 犯 伦王 Inclusive 阿姨 家 你 是你吗 如玉 是你吗 如玉 如雨 真的是你啊 如雨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没事吧 我 好了好了 没事 别怕别怕 有我在啊 有我在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连累了你们 傻瓜 是我连累了你才是啊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来 走 朴依 朴依 你回来了 事情很严重 站住 你要去哪儿啊 那龙头杖啊 不行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这样 我和如风带人掩护你 走 走 马宁儿 你居然为张丽海办事 你忘了当年朱叔叔 是怎么被张丽海害死的吗 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把他们压出去 马宁儿 朱飘义 龙头杖带来了吗 在这儿 不过请大帅你先放人 本来呢 龙头杖还算是个筹码 你既然带来了 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只要我一生命下 你们几个人 都得死 龙头杖 还是我的 大少爷 我相信你不会下这个命令 第一 以你的地位 你不会言而无信 第二 光有龙头杖 没有坐标和密码 你什么都得不到 而坐标和密码 在这儿 要挟我 有意思 表姨 你带着 你坐标准 这是什么 也不放在火之下 你不会想 个人 要搞不知 你就要 不要 我 你算 莽宁儿 要不然 你帮朱嫖翼选一选 属下不敢 还请大帅 亲自裁决 朱嫖翼 我数三个数 如果到时候你还没有选择 我就把这两个女人都杀了 一 二 等等 如雨是无辜的 放她走 我留下来 不如云春节 要总认识你先走 我留下 听话 我 朱嫖翼 你到底想放哪一个 让如雨先走吧 你呢 当人 侍奉陈如雨 那好 放了她 朱嫖翼 你应该让迎春节先走 快点回去 别的以后再说 可是你 听话 好好照顾她 如雨 我 决 这 这 本人 一定 他 知道 我 就别了 坐标和密码呢 对不起 无可奉告 那你可走不了了 迎春没走 我根本就没打算要走 那好 把珠飘意给我押下去 等等 我可以跟你走 但是我要看着他们安全地离开这里 飘意哥 飘意 飘意哥 走 走啊 快走 走走 飘意哥 把珠飘意给我押下去 是 快走 来来来 坐 尝尝这里的牛排 对不起 却正在的下面 那是写人 这些是大虽然的 你可找是需要 还有 Lots of 人去押下 他也要在市场上 我也要照顾 而这些人 准备 ders sauce 了 对不起 这些人 会让威力 这些金钱 敢竟大军 你还是没明白 你就是这个盘子里的肉 而我 就是这把切肉的刀 你是个人才 可惜他也不识实物 这一点你应该学学马宁儿 不放吕迎春 我什么都不会说 至于马宁儿 我只能够说 人各有志吧 没关系 我让他来教教你 来人 把朱嫖毅给我押下去 让马宁儿 好好教教他 是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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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标 密码 其实我早就已经知道了 待会儿再好好跟你聊 长官 别动 别动 走 别动 走 开门 天行 大帅 柳英春被劫走了 什么 谁干的 就 谁 是张将军 他怎么会 大帅 张天行 你给我出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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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女人交出来 我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哥 您来晚了 事早事晚并不重要 我只问你 交 还是不交 我 无人可交 那好 给我搜 是 谁敢动 随便搜 不过按照这个时间来推算 她的船 已经离开码头 算了 给我推回去 不认识 天行啊 父母去世得早 从小到大 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心血 我送你学军事 学经济 忠有你提拔你 如今你居然为了这个女人 胳膊中往外拐 留亲不认 你这样做和白眼狼有什么区别 你的良心何在 哥 这么多年来 你对我的好 天行从不敢忘记 但是很抱歉 毕竟有的事情 一马归一马 一马归一马 你还真说得出口啊 我把部队的常务工作交给你 就是想让你明白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为了将来你能坐上我的位置 您想多了 哥 我对您的位子 一点兴趣都没有 原本以为加入你的部队 是可以为百姓 为国家做点生命的 实实在在的事情 可是我没想到 我居然是在为虎作伤 这身军装 还给你 与他人的订用 从今天开始 我退出你的部队 过几天去美国 为虎作伤 好 好啊 既然你把我这个哥哥看得一文不值 那我要你这个弟弟还有什么用处 大帅 张天行 你自作主张违抗军令 我就得按军阀处置 说 如果你和那个女人只能活一个 你选谁 你 哥 开枪吧 天行啊 你是我的亲弟弟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看在父母在天之灵的份上 我不杀你 你好自为之吧 兄弟 你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我好自为的 是 真的 不用谢我 要谢就去谢朱飘忆 是他让我救你的